港車北上 山長水縣來到廣東省北部的 韶關市 宇園 苗族自治區 離開了繁華的都市 一起享受一下純樸食材的味道 大家好 又是我伊法花花 花花找食物 我們港車北上來到韶關的宇園 苗族自治縣 就找了一間食物 這個 梁記飯店 進去看看 因為實在很餓 有沒有兩位 好啊 好啊 這麼有趣 有個房間給我們的 好啊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我看看 你的魚在哪裏 看看 你想吃什麼魚 你想吃什麼魚 這個68 68一斤是甚麼 這是什麼魚 請問一下 都只是每年一斤都差不多 間 soy 要一個青椒炒牛肉 要一個鮮筍炒五花 炸河魚 炸河魚還是煎河魚 煎還是炸 炸 還有一個蕃茄炒蛋 加碗飯 飯,雙菜 好 我想問有些石韭菜是什麼 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植物來的 好 夠了 今天今天沒有石韭菜 有 4個菜 吃夠 好 幫你炸蛋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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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出去了 毛毛板 我說有石韭菜 當然沒有 不然他說有 是不是很有性格 不知道怎麼說 讓我搜尋一下 什麼叫石韭菜 經過谷歌大臣的搜尋之後 就找到出來了 石韭菜 原來是這樣的 是羽圓的特產 我們現在來這個地方叫羽圓 就是他的特產 我特意去找回剛才落單的哥哥仔 但找不到他 不然我就想叫他轉石韭菜給我試一下 沒辦法了 找不到 這個石韭菜 就是似算非算 似蜜非蜜 要在無污染的石逢之中才有 是上等的野菜 我覺得很吸引 真的很想試一下 這個石韭 又名歡葉狗 觀音菜 它的外形 跟我們平常見到的韭菜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樣 鮮筍炒五花腩 你看看 很大碟 這碟是平常的小菜 很大碟那種 真是划算 你看看 有些筍 五花腩 就這樣 很肥 不是很漂亮 我覺得煮得不適合 而且上菜很大 就不知道 有些粟臭味 其實有些筍的味 這個筍很爽 你看看 試一下這個 五花腩很好吃 都不夠香 很香 它就這樣 不是爆得很乾 很焦 我喜歡它的乾焦 焦 連起皮 皮是挺鮮硬的 你看 這碟很大 不夠吃的味道 這個筍的味道 怎樣弄得很香 怎樣弄得很香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不太好 皮薄薄的 超肥 五花腩 叫肥豬肉 沒有說肥瘦傷 只是肥 多香 吃到豬肉的味道 豬肉 很好吃 嘗嘗 來的青椒炒牛肉 很香的青椒味 還有很多牛肉 很大碟 嘗嘗牛肉 牛肉很多 放去 這個沒有粉 很大塊 你看 很大塊 比較鮮 它沒有什麼用的 鬆肉粉 很軟 沒有 還有牛肉的質感 很香 很香 我覺得這個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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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魚 魚 不是很小 你看看 拿一個匙巾 對一下 整個匙巾這麼長 多大一點 真是認真 抵食 有什麼魚 我都不懂分 不如有一種 這幾條是一種 這也是一樣 似乎只有一種 似乎只有一種魚 非常乾淨 試試看 湯得很乾淨 炸到幾 幾焦脆 好 不客氣 我又不客氣 很大盒 這麼大盒 番茄炒蛋 這兩個為何一樣大 好像打包 魚好吃 對 魚好吃 魚好吃 香港份量是一半 對 很大盒 很厲害 番茄炒蛋 要這樣飯 對 顏色就不太好 好碎 這麼碎的炒蛋 好久沒吃過番茄炒蛋 好熱 好香 好特別的味道 很有味 蛋 不是只有蛋 味道很獨特 好吃 好油很厲害 真的趁熱吃 那些魚呢 我覺得是超棒 好脆 真的這麼大碟 真的 好像50元好像 它上齊菜 我刪了一雙木去 是不是立刻剩下 好吃了 那些魚它湯得很乾 少少鹽 但還吃到那個魚 那些鮮味 你是不是要飯 不用 這麼多菜 對 吃了一塊你吃不到這些菜 嗯 先吃一下筍 大很多 夾多一點 嗯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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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份量大到這樣 其實豬肉也有豬肉味 你試試一下 很爽 很爽 我看見肥膏不想吃 太肥了 魚多肥 多脆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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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爽 很爽 魚仔吃完 真的很大碟 吃到現在的口很爽 很爽 很爽 嘩 我也覺得我們是幾大吃的 兩個人 碟魚已經吃完了 因為碟魚真的很好吃 很香口 很鬆脆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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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茄炒蛋 都被我們清了 因為實在無法抗拒 它的油是很香 很特殊的味道 我很喜歡蕃茄炒蛋 青椒炒牛肉已經吃完了 牛肉已經被我們吃完了 青椒也吃不完了 但這個青椒牛肉 我都覺得煮得很好 很開胃 鮮筍炒五花腩 我覺得真的不是五花腩 應該是鮮筍炒豬肉 好多筍 真是超筍 吃不完 豬肉太肥了 真的沒辦法完成 這是很踏實的一餐 那些菜沒有什麼特別裝飾 就這樣大大碟 放在你面前 沒有華麗的裝飾 你就每次都能吃到 食材本身的味道 這個我很欣賞 走了 還沒結帳 現在結帳 結帳 結帳 176 176 176 紙巾一元 176元 量記飯店 好 我們現在吃飽了 不過酒店去廣州 現在先回廣州 多謝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 分享和留言 還有最好追隨我的Facebook 和我的IG 多謝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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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